台北市长蒋万安 5月22号在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针对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蒋万安表示 这项城市交流活动已经连办13年 今年会继续举办 不过市议员何梦化咨询时表示 蒋万安选前陈说 共机不老台才办双城论坛 质疑背弃选前承诺 您在选前的时候 您说了什么 我们可以照您刚刚讲 你说柯文哲好龙斌 好我问的是你 蒋万安市长 你自己在选前说什么 共机不老台 如果共机不老台 你才会双城论坛 那请问现在这个承诺到底有没有效 蒋万安则以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才说 不应该放弃与中国交流的机会 陆委会也肯定历届双城论坛成果 蒋万安更反问何梦化 是要公开打脸陆委会吗 副总统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 你知道他说过什么 他在上个星期公开表示 他说要透过合作 您不要拿中央来说 中央的态度一直非常的明确 他甚至在上的星期到我的目标正大 而您非常的不明确 您在选前说 您做了三个程度才不去 而你选后你只会说 我们不要放弃和中国合作交流的机会 时间暂停市长 这是赖清德你们民进党总统参与公开的表现 您到底会出席双城论坛 你刚刚给不出一个答案 你现在可以吗 跟预言报告 上个星期五月十八号 陆委会公开出来讲话 那我现在请问你 您要怎么样子来预防说 您的身份被中国来吃豆腐 陆委会也公开肯定双城论坛 甚至说他会提供适当的协助 他甚至举台北登给的例子 这是好的经验 要延续下去 议员你要公开打点陆委会吗 两人激烈延迟交锋场面火爆 让议会主席副议长叶林传 多次喊停 提醒双方好好问好好答 请暂停 好好问好好答 市政交流 市长请你好好回答 我都问你 你好 立方 据了解 由台北市与上海市 轮流举办的双城论坛 预计今年夏天在上海举行 蒋安强调会秉持对等 尊严友善互惠原则 分享两世发展经验 藉由观光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双方城市发展 并增进市民福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甚至说他会提供 祝你